有醫師在臉書提醒外籍生準備要回台入學 那下個決戰點可能就是在秋冬 可是Delta病毒變種快速 只要5、6個傳染週期沒抓到 疫情就會爆棚 那最多只要一個月的時間 請問市長怎麼看 這個純粹從學術上來講 這個新冠肺炎它本來就是秋冬的疾病 因為它比較像流感 所以是在冬季 所以在每年的大概10月到第2年的2月 是pick 去年就已經很明顯了 ok 那所以這的確是這樣 第二點 Delta病毒 它R0值大概從2點多提高到5 也就是說在完全不設防的狀態下 它一個可以傳 大概可以傳染5個 那它現在因為那個 從那個它的潛伏期比較短 以前那個2到7天 這個好像到4天就夠 所以沒有錯你知道 如果它一個可以傳染5個 然後一個潛伏期4天 再稱520天 意思是20天裡面它就可以有5的5次方 所以這的確沒有錯 如果完全不設防的話 六大病毒的傳播速度相當快 那所以 所以還是這樣 在秋冬之前你知道 還是要注意 所以這個 所以 這也是我最擔心的是什麼 因為沒有錯 的確台北市在加零 全台灣Case都降到個位數 但是我跟你講 你只要拿下口罩 那大家 開始Party 你知道 一個月就夠了 就可以燒得全台灣一塌糊塗 所以還是要小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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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